我先讲个小故事 看看能不能听懂 徒弟问师父 您看以我的资质开悟需要多少年呢 师父说 差不多十年吧 徒弟又问 如果我加倍努力呢 师父说 那得需要二十年 徒弟接着问 那我夜以继日的疯狂努力呢 师父说 那你永远也开悟不了 徒弟问为什么呢 师父说 因为当你的眼里只有结果的时候 你就永远也得不到结果 你想变成亿万富翁 天天想着报复 结果一定是大事干不了 小事看不上 急功近利 心援一马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你永远也成不了富翁 你特别想有个幸福的家庭 满脑子都是夫妻恩爱 耳鬓思磨 你挑水来我教园的甜蜜梦想 这你也放心吧 你不会幸福的 因为你的眼里只有幸福的结果 根本无法忍受琐碎的生活 日常的平淡 更不能面对夫妻生活的矛盾 那结果一定是悲催的 你日思夜想的结果 你强烈渴望的成功 恰恰是你前行道路的障碍 如是道圣人们苦口婆心的告诫我们 要无为无相 无念无助 不要带着强烈的渴望去强求结果 假如结果已经被预先住在心里 接下来你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形 最终一定是事与愿违 不要慌 努力在当下的每一天 每一件事 日拱一俗 久久为功 正常发挥就好了 所以专注于一念一行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才是成功的不二法则 无为则无不为 无相则百相生